热起巨头突然宣布停产 松夏、东芝等工厂纷纷退出中国 曾被视为日本制造日本企业为何退出中国 2023年5月31日让中国很多人震惊 据媒体最新报道 世界前500强企业松夏朱氏会社旗下的子公司松夏续电池工厂将于5月31号进入解散清算程序 将不再开展经营活动 这家在中国市场工作了29年的日本公司 将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位于沈阳日本的松夏续电池厂 正式宣布进入清算程序并退出中国市场 这不是第一家退出中国 宣布永久停产的日本企业了 大家都知道 当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 许多外国企业纷纷涌入中国 争夺这庞大市场的机会 其中自然也包括日本企业 当然中国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所以许多外企被中国企业逐一击败也是毫不意外 那为什么在中国沈阳定居了29年之久的日企会选择离开中国市场呢 是有什么隐情吗 日企巨头 日本松夏续电池就是其中一员 这家曾经在中国市场占有统治地位长达30年的日本企业 突然宣布停产 这里面自然是有很多原因的 那么作为行业的领导者 松夏为何突然宣布停产并退出中国市场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松夏续电池的一些事情吧 在1994年 中国的电池企业技术和生产线尚未完全成熟时 松夏续电池便强势进入中国市场 凭借其国有电池技术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松夏续电池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赞誉 因其产品性能优异 寿命长 其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 在2000年 松夏集团甚至可以说是垄断了全球高达93%的电池市场份额 也几乎掌控了中国电池市场的所有份额 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日本在松夏续电池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实力 也难怪它进入中国市场后备受欢迎 当科技一直在进步 松夏在沈阳续电池工厂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 在2021年的时候 松夏集团就停止在上海分公司的材料生产 并结束了全部的业务合作 退出了中国市场的竞争 而他们给出的离开理由是经营成本过高 公司支撑不起了 其实宣布清算解散之前就有内部员工透露 该工厂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业绩低迷 原本很多人都以为按照松夏公司的科研技术 它能一直保持其领先优势 但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几十年内 松夏续电池的业绩迅速下滑 前十名已不再有松夏的身影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日资企业回签计划 在过去的几年 松夏集团已经连续抛售了在中国的业务 有专家认为 这和日本经济产业局在2020年发表的企业回签计划有关 日本经济产业局出台一项补贴政策 号召在海外的日本企业将产能搬回国 并承担所有搬迁期间造成的损失 主要原因是日企在中国的经营成本过高 随着中国的越发强大 中国的人力成本也在变高 而且近几年国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 国民的消费欲望降低 内需无法被满足等种种原因 这会导致企业的生产越发艰难 生产成本在变高 而近年来中国产电池的崛起 近几年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汽车大国的认可 与此同时中国蓄电池行业崛起 最近几年松夏蓄电池在中国内的影响再逐渐变小 它被很多晚来市场的蓄电池企业超过 一度在中国称霸的松夏蓄电池 也迎来它的暗黑时刻 国产电池的崛起在压缩外国企业蓄电池的空间 在如此情况下 松夏蓄电池也只能选择关闭所有的工厂并离开中国市场 越来越多长期定居在中国的外企开始选择的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国产的各类产品已经可以开始与外国产品掰掰手腕了 中国市场的竞争将会越发猛烈 松夏蓄电池在中国市场彻底没了优势 还面临着中国高额的人力成本等种种因素 其中又受日起回迁计划的原因 加重了他们撤离中国市场的意愿 如今 松夏蓄电池甚至宣布直接停产并退出中国市场 这家曾经的企业传奇如今走向了凄凉的结局 现在中国的电池行业发展的相当好 比如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宁德时代比亚迪吧 他们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电池企业 尤其是随着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 技术更是在不断的进步 当然除了电池行业之外 其他科技领域中国的发展也不差 所以这些年来不仅仅是松夏 这些年来 许多日本企业巨头纷纷退出中国市场 比如说在前两年 曾被视为日本制造象征的东芝也败走中国 但就在2021年 也就是东芝大连工厂在30周年这一年 正式宣布解散 这并非东芝首次关闭工厂 但这是大连工厂关停是最后一次 这次东芝落魄地撤离中国 至于原因也是显而易见 东芝太骄傲了 忽略了中国市场在不断发展 生活质量在提升 需求在增加 东芝没有提升技术 想着靠着老本割韭菜 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东芝最终在中国的营收惨淡 严重到即使意识到问题并试图转型 却为时已晚 随着中国的科技迅速发展 新兴企业崛起 日本巨头已远远落后 但是中国不可以骄傲 要吸取失败教训 要积极地进行科研 才能走在前端 靠近世纪 编线